13號一早台中市衛生局人員 前往台中不二高柄 穿好防塵帽進入廚房機場 但黃蘇明店被爆出內線有小強 包裝區離合還是堆得很高 訂單排滿滿 店員手也沒停過 每位客人走出店 雙手都提滿滿 熱燒度不受影響 他們也有曾經啦 我應該相信他們 會那麼多人來排隊 就是他的品質控管的相當的好 但被指控食安問題 使做吃的打忌 不過高柄認為PO文者 拿不出相關證據準備提告 後續已經委託律師處理 然後進入司法程序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是準備提告 而當事人9月12號再度PO文 提出9點聲明 表明自己沒有要索賠 也沒有要賠償 只是希望注意食安重要性 自己不是烘焙業者或員工 沒有同業重傷的問題 但黃蘇也是家人朋友送的 本來就不會有發票 也不好意思跟朋友要 但為了證明 還是有請朋友提供刷卡厚司馬 可私下提供店家查詢 事發過程把蛋黃酥用刀劃開 不是整個切半 媽媽是到一半就發現半截蟑螂 至於有網友對這形狀感到質疑 PO文者反駁 家人發現時就長這樣 表明自己1510陳述事實 報導中店家也說蛋黃酥 出現蟑螂機率很低 但並不是零 也反駁 有說過蟑螂使用鑷子夾出來 最後回應媽媽沒有就診 是因為目前沒有出現上吐下卸的情況 目前早上的機場的結果 是沒有任何的狀況的 店家和客人對付公堂 在台南也有蛋黃酥店 要告團購主 開在台南市南區國華街一段 這家知名的烘焙坊小城市 8月初有團購主 向他們訂購了 1100盒的菠蘿蛋黃酥 最終因為沒有匯款 導致訂單取消 1100盒慘遭棄單 原本以為事情落幕 後續卻發現團購主還跟團媽收錢 因為訂單沒有成立 他也沒有跟團購主講 但是他把這件事情的緣由 推到小城市的上面 就怕原本是棄單的受害者 變成施主PO出 和團購主的對話內容 走法律程序保障商譽 TVBS新聞許立凡 顧守昌羅一星 SNG小組 台中台南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